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今天是综合所得税申报的第一天 台北国税局分局一早开满30个零柜 迎接报税的民众 而财政部也说明 如果想要最快拿到退税款 可以选择网路和手机申报 搭配直播退税 最快在7月31号就能够自动入账 而今年报税还有新的制度 包含每人基本生活费调高到20.2万 另外去年满18岁的年轻人 新年可以选择单独报税 迎接报税第一天 国税局分局30个零柜开好开满 到了下午还是有不少民众咨询申报 国税局也提供7个加班时间服务 分散人流 可以躺第一批退税就对了 你要5月10号以前 因为我户籍不在这里 我户籍在中部 这个地方立刻会很比较方便 在家里自己报就弄得乱七八糟 自己报的话你至少要半个小时 但是你按键有一个按错的 你也是很麻烦 从这个系统的传计资料来看 大概已经有完全申报的 已经有11万户左右 要是想要最快拿到退税款 报税也有PETBO 台政部说明选择网路 和手机申报搭配直播退税 首批最快在7月31号 就能自动入账 至于第二批则是要等到10月31号 如果是预期申报 就得等到明年1月20号才能退税 另外三大新制也正式上路 包含每人基本生活费提高到20.2万元 到前一年度增加6000元 另外年满18岁可以独立报税 以及CFC盈利事业受控 外国企业公司获利所得也要申报 国税局也强调即便符合免税资格 建议都要进行申报减少不必要的疑虑 这里是王秋名台北采访报道